世界第一总周数增至369 德约科维奇再揽一项第一 北京时间5月4日凌晨 塞尔维亚网球巨星德约科维奇 在马德里大师赛南丹第二文中 以6比3和6比2直落两盘 淘汰法国球员孟菲尔斯 得以在下周ATP公布单打世界排名时 继续保有世界第一头衔 从而将在这一位置上的总周数增加到369 此外 这已是德约科维奇 与孟菲尔斯18场交锋的第18场胜利 从而成为公开赛年代 对单一对手全胜场数最多记录的保有者 在ATP单打世界排名榜下次更新前 德约科维奇面临着500个积分到7的压力 要想将自己世界排名第一的周数延续到369 塞尔维亚人至少要在马德里打进单打第三轮 因此 已经借助头号种子身份 首轮轮空的德约科维奇 只要在第二轮拿下孟菲尔斯 便可在下周保住世界第一的位置 避免被阴伤高悬免战牌的梅德维杰夫超越 在这场一小时27分钟的比赛里 德约科维奇将孟菲尔斯制造的全部五次破发机会逐一化解 还将自己的三个破发点全部兑现 我在球场上的感觉非常好 我认为这是自己今年打的最好的一场比赛 德约科维奇在被奥网拒之门外后 本赛季此前的战绩仅为5胜3负 且最近五场球全都打满三盘 他赛后说 我很高兴 考虑到在我今年参加的几战比赛中 我之前并没有打出自己最好的网球 我还在寻找自己的节奏 试图找到最佳状态 至于对孟菲尔斯的18场全胜 德约科维奇不想过多解释 他认为这只是自己众多胜利中的一场 他在比赛中也抱持着对待其他比赛时的态度 他说 我想自己非常适应他的打法 当然在以前的交锋中 我们也有过一些非常接近的比赛 上次我们在迪拜打球时 他就拿到了赛点 所以其实全胜很容易被打破的 接下来 德约科维奇16进8的对手 是曾经的四巨头之一英国名将木磊 这位2012年美网 2013年和2016年温网男单冠军 以及两届奥运会网球男单金牌得主 在首轮淘汰了首位90后男子 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蒂姆后 北京时间4日早上又以6比1 3比6和6比2拿下了赛会14号种子 加拿大球员沙波瓦洛夫 因为髋关节伤势 木雷自2017年从世界第一的位置一路滑落 最低层排名第839位 2019年1月 他更坏了人工髋关节 汤腹重返网谈后 一直在努力找回最好的自己 直到今年2月重返单打世界排名前100 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78位 在与德约科维奇的交锋网技方面 他以11胜25付出于劣势 两人上一次隔网 相对已经要追溯到2017年的卡塔尔多哈 本月 木雷和德约科维奇 将先后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 而他们这场马德里大师赛第三轮较量 也将成为又一场经典